如果几十亿年后或者更久的未来,某个星系某个新的文明诞生了,它们面对的将是什么样的宇宙呢? 现在种种证据表明,宇宙一直处于膨胀状态,而且根据近些年来的观测和研究,这还是一种在加速的膨胀状态,星系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。 同时,宇宙的微波被紧辐射的痕迹将会越来越少,到未来的某个时间,甚至会少到几乎无法察觉和捕捉的程度。 假如这些理论是正确的,那么在遥远的未来,那时候地球而明或许一个征服星辰大海,或许已经消失。 如果宇宙的某个星系诞生了新的文明,它们的星系可能看起来就是一个孤独的存在。 愿离其他星系,大量的恒星老去,星光依然暗淡,所生活的星系就是它们既能了解到的范围,就是它们的可观测宇宙。 它们也很难找到它们起源的证据,对不出大爆炸的推论,面对宇宙从鹤而来,它们是否是唯一的文明? 有其他文明的话,在哪里等问题的时候,将比我更加无措、迷茫。 由于可以参考的证据,痕迹越来越少,它们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理论,或者因为长时间的一无所获而丧失太索的动力,甚至编造出一套理论。 除非其他高度发刀了你,找寻到它们并寄与之云,发生在这种时间尺度上的事情,看起来好像跟我们扯不上什么关系。 但我们会不会也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呢? 只是不像上面说的那么极端,我们以为身边的大量证据可以引导我们走向答案,会不会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? 好,大爆炸的理论可能是正确的,但爆炸后10-33秒之前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那一定是一个更加宏大的故事,之前可能有着难以想象的历史。 就像上面说的未来文明一样,对我们来说很多关键信息可能也已经难以捕捉。 我们以为那是开始,可实际并不是,无论如何,我们还是要保持谦卑,不能放弃思考和探索,不能通过有限的证据,而轻易得出结论,与未来的文明相比我们幸运很多。 或许我们的宇宙还很年轻,关键的证据还未消逝。 只等着我去发现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